我發覺身邊的公主、王子 周圍都是 原來發覺有時是眾出 有時是一個情況 怎樣幫到她 其實很慘 如果真的有自閉傾向 你說是阿士寶家也好 是接系寶系也好 其實最重要的是 當她還小的時候 被她接受很多不同的訓練 這些社交的訓練 盡量幫她了解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而不是真的靠她自己的 跌跌碰碰去撞板 譬如有些人給她完結 她自己一句多謝都不說 就這樣拿走了 走了就算了 其實被人在背後說她 說她沒有禮貌 她才學會 其實在一個負面的環境下長大 其實是周圍詩他本身來說 她自己在社交上的自信心非常低 她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但她也不知為何 她覺得她外面對著其他人工作 永遠都不行 她不能見客 因為她說不知為何 我講一句話就會得罪人 譬如她試過有一次見到別人 你穿一件格仔西裝 你又打一條格仔胎 你很多格仔 那她沒有說錯 變成她是一個客人 她家人就會說明明是客人 那個是大客人 因為她覺得她不尊重她 她真的穿這件西裝 她真的穿這件西裝 另外一個例子 她自己的婆婆 在她小六的時候過世 去到喪禮的時候 她就說很過癮 破地獄 很精彩 下次如果再有人死 譬如爸爸死 媽媽死 記得一定要破地獄 說了她這件事 給很多親戚和朋友 就鄙視她 你有沒有尊重過別人的場面 你有沒有尊重過你婆婆 她說 每個人都要死 難道你不用死嗎 她就是很多時候 說這些話 因為她感受不到社交氣氛 需要說些甚麼話 需要用甚麼情緒 慢慢跟她說完 解釋完之後 其實她會知道 但問題就是 她過了黃金時期 所以我經常都很著重 就是小朋友 如果在社交上出現問題的話 一定要趁早去看醫生 一定要趁早去見專家 而不要說 她是個人比較靜一點 她不喜歡跟幾天聊天 她個人內斂一點 甚至乎很多人聽到自閉這兩個字 很抗拒 她哪有自閉症 給多些東西她玩 她喜歡砌模型 她喜歡畫畫 就由她 她的喜好 她個人靜 我們發覺 例如剛才說的Josephine 年紀到這麼大 三十多歲 其實對於自療來說 其實沒甚麼可以做